綁寶特瓶 路南游七公里 偷渡到金門 喝完的寶特瓶可以幹嘛呢 當花瓶還是丟掉當垃圾 其實寶特瓶用途超多 還可以拿來當投渡的福具 中國一名男子 前天就綁著一袋寶特瓶 從廈門游到小金門 他在廈門國際展覽中心旁邊的 海灘下水 花了12小時游七公里 在前天晚上8點多 從小金門的雙口海灘上岸 營口一即穿著漏線 遭村民發現通報 被警方逮獲 調查發現 這名45歲的胡姓男子 他源自中國江西 12日從老家步行到廈門 自稱身懷絕技及專業技術 要到台灣表演及賺錢 但相關公司反覆 警方懷疑他精神異常 事後因違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移送金門地檢署偵辦 動新聞 金門報導 金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